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這個今天我們要來關心遼寧艦 要來關心南海問題 來關心美國跟中國之間未來的變化 以及美台關係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這個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林廷輝博士 廷輝兄你好 鴻宜大哥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是是是 那廷輝兄上次我們有邀請過兩次 有來講南海問題 那麼中國在那邊都已經建起軍事基地了 那今天我們要先請教你的就是說 那隻遼寧艦到底戰力有多強 說到這隻遼寧艦 其實它本身不是中國還是創作的 它本身是由烏克蘭那邊賣過來 是 因為過去在冷戰結束了 結果俄羅斯跟烏克蘭其實都非常貧窮的國家 特別是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有靠近黑海這個地方 它很多港口 還有很多軍港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本身有這個 呃 呃 在那時候賣過了 開始就 呃 將它裝備整齊了 自己的修正了 差不多到2011年左右 它就下水了 嗯 開始到2012年的正式服役了 嗯 2012年正式服役了 結果 它後來不斷的測試 呃 嗯 啊美國的現在航空母艦大部分 每一艘大概也是300多公尺 嗯 這樣船船的長度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中國這隻船 還要吃傳統柴油的這種動物 吃柴油 美國它都核動力 它都兩座核子反應爐 啊不一樣的就是說 它這個吃水排放量是 這隻船差不多 遼寧號差不多六萬七千五百公噸 嗯 美國那邊差不多十萬多公噸 嗯 嗯 我再說一個數據就是說 這隻證明你 啊最多最多可以裝載的戰機 差不多只有24架左右 嗯 那美國一艘航空母艦大概可以 停靠90架戰機啊 嗯 所以意思就是說 美國的戰力其實也是這個 這隻遼寧號差不多有三倍之大 嗯 可以這麼講啊 所以 呃遼寧號其實說真的 他他不是單純 他不是那種 呃要作戰用的 嗯 他那種的就是說 中國他有一種民族主義的心態喔 就是說 奇怪 啊大家國家都有航空母艦 那是我這個國家沒有 印度的還有航空母艦 嗯 啊印度的航空母艦 其實說起來也 也不會 也差不多兩艘左右 啊 還有其他國家喔 法國英國 其他國家要做一個強國應該 都要有航空母艦啦 嗯 啊所以他就那個心態的說 我也要用一個航空母艦 但是他自己也不會 製造 嗯 所以他就去買烏克蘭的技術 跟烏克蘭一些 軍艦 一些技術人員 都把他買到中國來 嗯 替他們服務 現在他在大連 建造的第二艘的航空母艦 其實就是仿造第一艘在建的 嗯 啊現在也可讓日本人 去 集團了 商品很清楚的 在網路上都很清楚的 就是說 他現在建造的第二艘 其實跟第一艘的那個規模 也差不多 嗯 啊另外他說 也沒辦法用核動力的 也是用傳統 柴油動力的 啊採用柴油動力 就是有局限性啊 對 他怎麼走就沒辦法走就行了 嗯 他要加柴油 他要加柴油 海外要有那個 有好的國家的港口 可以補給 嗯 現在看起來說 美國在海外 很多國家都跟他們是門幫嘛 所以說起來 中國差不多在巴基斯坦 在非洲才有這些 有好的國家 其他的所在 基本上是比較多看到 是是 這美國的核子動力潛艇 他說一下水就可以服役 完全不用再補給任何的燃料 可以開20年 20年 如果想要柴油 可能曬出去一邊就要把國際交易 是 所以你看這次 他曬出去也不敢曬太陽 他曬太陽 他如果曬太陽 就好 叫人去救 他也沒什麼其他社會去救 其實說起來 他這有些宣誓的動作 他這條純也是有民族主義的象徵 是是是 我也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他剛才說這隻純 那麼他長度是302 那美國其實我去參觀過 有330公尺 不過最重要就是說 美國的航空母艦 大概裡面容納6000個官兵 那這個鳥寧還有是2600個 所以其實還真的是差蠻遠的 所以他現在這樣塞出來突破第一島鏈 他的意義是什麼 他的政治意義大過法律跟戰爭的意義 軍事上的意義 因為本身你看他這次帶的時候 他的海軍司令員就是我們的海軍總司令 吳勝利 他本身也是在這條純明堂 他經過江古海峽 繞到台灣東部海域 結果穿過八字海峽 現在停在海南島的山崖 這個宣示意義就是有一個圈地的概念 因為在這之前他其實派了軍機 他其實有軍機在台灣附近海域在那邊繞來繞去 就是等於有點圈住的概念 那這個事情發生都是在川菜熱線之後 當然很多人就說不應該把這兩件事情把它連結在一起 但是照我的看法就是說 今天美國如果 因為川普還沒上台 1月20號才要上台 在這個之前 那今天川菜熱線好像感覺 你美國是不是要動到一中政策 所以中國他有一種看法 就是說那我先告訴你說 這圈地的概念 這個地方是我的 這個勢力範圍是我的 你跟美國警告的意思說 你慢慢可以黑白撞到台灣 你如果撞到台灣 你如果毀壞一中政策 可能在中國來看 他也是反抗的勢力也不少 所以有一種那種圈地的概念 是 像有時候你看到那個小狗 小狗在那看 勢力範圍 他就看點那條多一支 勢力範圍 他就說這是我的勢力範圍 就這樣圈地的概念 是說起來 因為你仔細看過期 美國政府機構在公告 什麼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的那個島 第一島鏈其實是最初沒有把台灣 放在那條山的面頂 第一島鏈的山是由日本來 結果繞過台灣到全邊去了 所以台灣是跳過去 其實他 遼寧號走的路線 跟第一島鏈的那個概念 其實差不多一樣 所以意思是說 你美國過去紀念你的第一島鏈的認知 是跟台灣包在這邊這裡 包在中國這邊這裡 今天我遼寧號在走的路線 其實就是你美國原本的那個政策 今天如果川普起來了 你如果想要更動那個政策 比如說 那個第一島鏈的概念 如果是放在台灣民政 如果打台灣牌 這個中國他一定要自己修輸 因為這是他的核心利益 問題是修輸他怎麼會贏 當然會贏 所以就變成說 今天就是說 他是跟美國現在在照駕 他現在在照駕 我說我其實也是我的壓力 他講起來也有壓力 所以也能看出中國的領導人 領導階層 他也對這件事 其實有一定的壓力 所以他一定要做一些動作 給中國的老百姓 幸福說真的解放軍也有些作為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林廷輝博士 兩岸遠景交流基金會 我們前幾天有訪問陳唐三 當事長 那麼這應該是政府捐助的基金 是委託 他等同辦官方 對對對 那再請教就是說 如果 遼寧號來台灣 打台灣 我們有辦法把他殲滅嗎 我們用雄三飛彈就好嗎 真的假的 其實說起來 航空母艦其實 他就是一個弱點 要說就是說你看他的跑道 你其實是一架飛彈去 跑道摧毀了 他如果沒辦法反空的時候 他就跑到摧毀 摧毀你是根本就沒辦法起降戰機的 所以你遼寧號變成一個海上的孤城 海上一個碉堡沒有錯 但是也可能是這個孤城 每一次航空母艦一出去 絕對不可能只有航空母艦 他本身那一艘 他旁邊還有一些護衛艦 驅逐艦 驅人艦 還有潛水艇 所以這次大家在問說 潛水艇早就有人看到 流零號旁邊的潛水艇 結果 想美國一隻航空母艦出去 旁邊差不多有四艘潛水艇 會在旁邊 四隻的 合動力的 這都是有攻擊性的 驅逐艦 還有空中的偵察 還有水面上 所以 本身來說 它是一個聯合作戰的概念 所以你遼寧號 說起來如果有敵軍一摧毀一個跑道 你說起來 其實遼寧號沒有什麼作用 說真的 因為媒體也有說 其實遼寧號已經有演訓 有25個以上 過去其實都會經過台灣海峽 他不是照樣走 他過去都是經過台灣海峽 直接從東海到南海去 因為現在是冬天 冬天北方的港口 冬天的一個洞 一些地方寒冷 阿兵哥可能會跟南方演訓 所以他從東海走到南海 所以 每一年差不多到這個時候 差不多11月12月的時候 他遼寧號就開到南海去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說 他先從東海繞出來到西太平洋 這裡還外進來 有巴士海峽 所以說起來是說 台灣很重要的問題是說 他北方的江湖海峽 跟南方的巴士海峽 這兩個海峽是中國 農出東海的一個管道 是藥道 其他的海峽其實都靠 這些國家都是北條的 洪塑條的 因為那都是國家的內水 內水沒有經過國家的統一 你是沒辦法過去 跟這兩個海峽才有辦法過去 所以台灣跟輝律賓之間 台灣跟日本之間 那個關係就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說 這次出來最緊張的不是美國 最緊張的是日本 所以日本才派那麼多戰績 就跟隨著 這遼寧號到太平洋的西部 甚至到台灣東南部海域 日本還要跟著跟蹤 還是看他到底怎麼演訓 要看他的參數 要偷竊他的一些情報 一些有的沒有的 這過去其實美國人都在做 因為差不多兩三年前 遼寧號在南海附近的海域的時候 差不多靠近東沙海域 他也在做演習 結果美國一隻軍艦 叫考本師號 也要這麼近看 看他到底怎麼演習 結果 靠中國很多驅逐艦出來 就跟他拱走這樣 這事情涉及到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國防部門 就開始聯繫了 如果這事情要遇到 我們海域一定很擁擠 會踏車 踏準 所以如果相遇的時候要來處理 這是中國跟美國要來處理的事情 是是是 那中國現在在南海那些島礁 現在那個軍事基地 整個都完成了嗎 差不多要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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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戰機都可以起飛 對 都可以起飛 他的軍艦都可以靠港 都可以靠港 都完成軍事化 都完成軍事化 所以他的目的是 要把台灣鋒塑嗎 沒有 因為那個地方 比較靠近馬來西亞 靠近印尼 所以他另外一個意圖 那是不同的意圖 他是有點掌控海上航線 掌控海上航線 主要是防衛自己的航線 被其他國家所干擾 另外就是逼迫日本 所以日本是怎樣 重新南海問題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中國的目的 已經達成了嗎 他整個都軍事化 軍事化 對啊 那麼 因為你看看他民航機 都可以飛跑道 而且還有他的軍用運輸機 和軍機都飛過了 另外他還有辦勞軍活動 所以他的萬噸級以上的軍艦 都已經靠港過了 所以他說從這幾個機箱 還有那個防空飛彈都去了 所以基本上已經轉播軍事化了 那可以說南海已經被控制條件嗎 也不會這樣說 因為他控制海域 也不是轉播南海 是南沙的一個小三角地帶 現在就是說 現在看其他國家 是要怎麼處理這樣事情 看起來現在因為美國在交接嘛 所以還看不出來 川普的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但是我們從過去的川普幕僚 說的一些話來看 其實說起來 川普是不可能離開亞太 所以不可能離開亞太 但是中國是試圖都要找一些機會 跟美國要來跟著 進行什麼水下無人載序 直接靠中國頭 靠收起來 然後川普說 你要離開亞太多 不可以離開亞太多 結果中國經過美國 那是一個政治對話的概念 那意思是什麼 川普的意思是什麼 川普的意思就是說 對我來說不重要 你不可以拿那個問題 跟我來談判 現在川普就是 進入一個談判的世代 因為川普是要跟中國談貿易問題 你今天有很多籌碼 如果說現在川普都要收籌碼 台灣其實也是其中一個籌碼 如果說這些籌碼是放在中國手上的 你不是說我要幫你求 要求你 你怎麼還給我 川普說要在你送你 那不重要 結果說不重要 不重要我就不會放到白條 那要跟我說什麼 我也不會答應你 那意思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 副執情長林廷輝博士 所以這個 以南海來講 福利賓已經完全轉向了 對 那麼這個事情 到底會怎麼樣發展 對台灣的影響 這個中國跟日本的關係 中國跟美國的關係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跟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到底會怎麼演變 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波多轉世改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副執情長 林廷輝博士 那麼這個基金會其實是政府捐贈 那換句話說 它其實是政府的外圍組織 是個學術研究機構 是 那這個遠景基金會是負責國際的研究 那另外許信良那個叫做亞太基金會 亞太和平基金會 那個基金會其實是研究兩岸 好 那麼我請教你就是說 日本最近把台灣交流學會改名 是 那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日本對台灣非常重視 特別是蔡英文總統上台之後 這個非常重視台日關係 盡量能夠建立所謂的 我會把它稱為叫準聯盟關係 因為沒有邦交國 當然不能講聯盟 但是事實上日本的心態上 是希望跟台灣結合聯盟 因為台灣的任何的動盪 都會影響到日本本身的安全 你說實在 如果今天解放軍出現在花蓮港 出去就是娛娜國島 差不多那個距離非常短 所以一的八重山群島 一的琉球群島 就會受到安全上的影響 所以他希望說台灣能夠守住 那守住不見得說 變成什麼日本一部分 或怎麼樣 是說至少你不要被中國所控制 他的用處在這裡 所以 畢竟說他在某些層面來講的話 他會有點去檢討 過去在 1972年跟中國建交的時候 所遺留下來的 對台灣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對 比如說台灣交流協會 還是要交流什麼 誰跟誰交流 所以如果說 假設說 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 日本跟台灣的交流協會 就很明顯 所以 其實他也是一個證明的概念 你說 一些駐外機關 他 展現不出一個 這個國家的名稱 這樣也很奇怪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小動作 但是對中國來講 他就覺得是一個大動作 但是事實上我會認為未來 台日的 關係的強化會更多 更多 不是單純只有改這個名字而已 因為這個名字是表面上的東西 但是實質上的東西 實質上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我覺得安倍他自己會思考 那就涉及到整個安倍他在 亞太地區的佈局 也涉及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佈局 所以最近來看 你說川普要上台進行的 開始任命 至少是知二派 知二派的那個國務卿 擔任那個美國的 等於是我們的外交部長 國務卿 奧拜跟普丁之間的關係 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執行長 沒錯 就是他們兩邊的關係 其實會改善 美俄關係會改善 美俄關係會改善 那美俄關係改善 你看最近 俄羅斯的總統普丁也走去日本 封門嘛 也去安倍故鄉 以前進行蔡英夫也去故鄉 山口線 封門嘛 那兩邊也在試圖解決一些領土問題 那我們可能先跳過領土問題 我們先來談一些實質的 要合作的關係 那個目的就是說 俄國跟日本 他如果能夠變成友好國家 那美國跟俄國關係改善 日本就不會尷尬嘛 他不會尷尬 他不會尷尬說我今天是在美國這邊 我今天又要跟俄國改善關係 就不會尷尬了 美日俄如果形成一個結盟關係 再來就是中國了 就是對付的就是中國了 問題是俄國要跟日本結盟 跟美國結盟有這麼簡單嗎 其實對中國來說 因為俄國不是當年的蘇聯 不是當年的蘇聯 因為蘇聯是一個共產制度的國家 現在既就俄國它是選舉出來 它是一個民主政體 所以其實對中國來說 以前就發現就是說 未來俄國跟美國可能有一天 還會破作會 因為他們這些都是民主政體 民主政體最怕的就是說 共產政權最怕的就是說 民主化民主化這個潮流 今天共產黨 他會這樣打貪反腐 就是為了他在後面後續的執政 今天如果我政權垮掉 不得了 中國可能變成另外一個型態 所以他最大的目的就是 目前就是政權保衛戰 在中國來說是政權保衛戰最重要 那就是他們的核心利益 所以你說是怎樣 雖然跟越南之間有南海領土糾紛 但是他近年會支持越共 因為共產黨 希望越南共產黨也存在 對他來說就是說 我中國共產黨跟越南共產黨是兄弟 存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做顏色革命 所以他現在最怕的就是顏色革命 是 所以應該是說日本在拉攏俄國 對 那麼美國也在拉攏俄國 對 以後很可能是一個 沒有非常的 這個協議化的美日俄同盟 對 應該是這樣 但是是要圍堵的是中國 對 現在不是單純俄國 現在走出來英國也走出來 英國在12月初的時候 他的英國駐華盛頓的大使 在一個智庫說英國的航空母艦 在2020年也要進來南海 為什麼 因為英國是傳統維持海上航行自由跟飛越自由的國家 因為是海權國家 美國才是為英國手上拿到海權國家的地位 現在就是說 他的傳統價值就是說 你中國要遵守航行自由 你不能阻礙任何其他國家 穿過南海的權力 你今天的軍事化了 你是不是下一步就要阻礙日本 美國其他國家的商船 要經過我通過你才能過 這就是各國最怕的事情 現在日本也跟英國在做節目 為什麼說 因為我剛才說英國駐美國大使 跟日本駐美國大使在同一個場合 英國大使就說 2020年就要 航母就要進來 英國的航母就要進來南海這個區域 而且在那個時間還傳出說 有四架英國的颱風式戰機 從韓國聯合演訓完之後 到日本 為日本起飛要穿過南海 穿過南海 行使所謂的飛越自由 所以這個事情 就是能看出來 就是說不是單純這些事情 因為還有其他很多事情 其實說起來就是 你區域在東南亞國家 現地你看 還有很多日本大使館 跟英國大使館合作的痕跡 所以日本他在結盟英國 日本在結盟俄國 日本在跟美國 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對亞太的格局 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川普 如果起來後來 川普跟台灣 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有一種就是 換句話講就是說 台灣可能是一個籌碼的概念 那你要當一個籌碼 說真的你其實在大國之下 你沒辦法擋 大國怎麼玩 那其實是美國跟中國 在怎麼玩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說台灣 我們沒有拒絕 我們沒有拒絕 現在就要思考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做一個好的籌碼 我們也是要再找到 我們自己要的東西 這是現在要思考的東西 那川普上來會改變台灣的 比方說主權地位嗎 還是說在軍事防衛上面 軍事武器的採購上面 還是說外交上面 有沒有什麼政治地位上面 有沒有什麼改變 我認為在那個軍售方面 特別會做最明顯 因為第一個川普他是生意的 他有他的理性邏輯的思考能力 那他其實現在 他其實他的幕僚 其實寫了一些文章 在Foreign Policy 在哪個地方 其實講得很清楚 外交政策 他說的就是說 歐巴馬的重返亞太方向是對的 沒有錯 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你歐巴馬 竟然砍掉國防預算 竟然砍掉國防預算 那還有甚至於 讓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的約聘庫人員 薪水都拿不到 現在川普可能思考的 他就是說 接下來重返亞太 既然方向是對的 我現在怎麼跟門幫合作 第一個門幫出錢 讓我出力 我出力就是我製造武器 所以我常常也跟很多朋友說 其實台灣也不用想太多 錢給他穿得好就是 現在就是說 今天結果 後面要防衛台灣的時候 你自己要出錢 說起來 有人說 那應該是什麼交保護費 其實我也不是這麼看 因為要說 人家說天助自助者 如果要讓人家 都要到三天 自己要表現 你有意願要讓人到三天 你自己不編列預算 說去買一些防衛性武器 你自己都不想防衛 人家要讓人家到三天 所以今天有一天 如果說中共這樣 一定後面就常態化 例行化 就是說他的軍機跟他的航空母艦 他的軍艦就是會這樣繞 但是這樣繞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在空中 所謂的預警能力跟反擊能力 能夠強化 讓他們感到有一點顧忌 那個次數就不會那麼多了 次數不會那麼多的話 對台灣來講的話 安全上還是有一些保障 是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 副執行長林廷輝博士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請教他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 副執行長林廷輝博士 那麼他負責這個 國際上的這個研究 那我再請教 那川普上來以後 你剛才說應該是會增加對台灣的軍售 對不對 會賣什麼武器給台灣 過去我們買不到會買到嗎 過去 現在就是說 有一個問題就是潛水艇的事情 但是比較激少就是說 因為美國現在的潛水艇都是核動力潛艇 而核動力潛艇是不可能賣給台灣的 為什麼 但是說因為台灣也是屬於非核化的國家 其實不使用核武不使用核動力 這個也跟我們的基本國策是做一些違反的 所以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技術上的問題 古代 bias學說日後還是要想想理幫幫 所以一般來說 核動力潛水艇不輸出 因為他們也射擊到核不過散 這也承諾 只有五大強權 才擁有核子武器 擁有核子動力 其他的國家我就不輸出 所以五大強權就是那五個 五個常任理事國 美國 中國 俄羅斯 法國 英國 對 五個常任理事國 其他的沒有加入NPT的國家 可能像印度 巴西斯坦 都有自己在輸出核武 但是這個東西是因為公約規範不到 但是因為其他國家 包含美國都是NPT的會員國 就是核不擴散條約的締約國 所以共鎧 美國他不太可能 賣給我們這種核動力潛艇 但是現在就是說 日本他做的潛水艇也是屬於財油動力的 現在就是說澳洲在前幾個月 澳洲後來決定買法國的系統的潛水艇 日本賣不出去 現在就是說 日本敢不敢賣台灣的問題 那日本敢不敢賣台灣 應該是美國在決定吧 對 就是美國看美國的臉色 看美國怎麼講 這個中間怎麼轉換的過程 這是一回事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戰機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很多戰機 包含幻象2千其實都該淘汰了 老了 因為出勢力也有很多 很高 人間還買不到 人間還買不到 維修還有問題 另外還有指揮體系也有一些問題 因為說法國系統和美國系統 美國系統F-16嘛 這系統要整合的問題 還有一些問題 所以說起來就是說 因為法國的戰機 幻象戰機被淘汰了 現在就是說新的戰機 沒有辦法接上去 當然美國不太可能賣我們那種垂直起 這樣F-35嘛 但是有沒有F-16更新版 這個所謂的update 這種會不會再多賣給台灣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可以跟美國討論的 所以日本會幫台灣造潛艦 其實還是要看美國 要看美國 而且現在我們台灣自己說潛艦國造 現在到底進度到什麼階段 國造也我們自己做不起來 那些核心技術我們拿不到 我們做的就是五角那些外角 就跟汽車一樣 核心技術的部分 所以有可能 川普上來變成有可能就對了 有可能有這個機會 那川普會改變一中政策嗎 他的一中政策 到底是什麼 因為傳統上的美國一中政策 就是三個公報加一法 一法就是台灣關係法 那公報不可能又簽新的 第四公報 還是說不更改三個公報 廢除三公報的這個情況之下 你那個台灣關係法就要修法 那修法因為目前的台灣關係法 雖然對台灣的一些保障沒錯 但是仔細的看台灣關係法 也是對台灣一個框架 把錢制住 比如說 裡面有提到說 我如果對外國的承認 這個法不能把它擴大解釋成為 對外國的國家承認 這事情就有點框住 他沒辦法承認 台灣是個國家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條件之下 如果川普不修這個法的話 我們就不能說他更改一中政策 更改一中政策 其實這是媒體說的 這也是中國自己懷疑說 川普你會不會更改一中政策 所以我們還在觀察 不能馬上下定論 因為過去像雷根總統也是一樣 他對競選的時候對台灣很友善 這個當總統之後過沒幾年 後來就跟中國簽第三公報 八一七公報 對台灣反倒是一個傷害 雖然當時有講六項保證 這次也是共和黨也把六項保證 變成他的黨綱 但是因為川普他是生意的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他是生意的 所以也是計算 如果這個局啊 到目前為止 他如果有可以跟中國達成某些協議的話 他就不見得一定要去處理到一中政策這一塊 他那時候穿菜熱線料料 其實他在推特裡面民進有什麼 說其實他都了解什麼叫做一中政策 但是目前就是說 我跟中國之間的貿易談判都還沒談成的時候 為什麼要叫他先遵守一中政策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那就是說你如果夠達成貿易協定 一中政策就繼續就是目前的狀態 所以這個中國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那我看中國的海軍副司令前任 其實中國的海軍全副司令就是 那像我們台灣早期的海軍副總司令一樣 那現在我們也沒有叫做總司令部 海軍沒有總司令部 海軍只有司令部 那麼這個人他說 100點鐘裡面就能攻佔台灣 擊垮台灣了 有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說起來 他第一是要處理在台灣民進的路客 他不可能發動在攻擊 說實在他那種恐嚇的性質比較多 因為在台灣有多少入資 多少那個路客 路生 他飛彈一來不是說 他會區分台灣人跟大陸人 還有陸配在台灣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台灣自己也有防衛能量 台灣的戰績 因為台灣的也不要小看台灣 台灣的總防衛能量是比全球 排名第15名左右 所以一定有 國紅也很用 國紅也很用 所以當然國家沒有一個 國家是跟台灣比得上的量 越南 菲律賓是不可能跟台灣的軍力比不上 越南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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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軍力 我說他的軍力 因為台灣是受到美國的 現在越南過去傳統是蘇聯的倒殺港 後來蘇聯解體了 其實說起來越南也出現很多問題 菲律賓也比不上 對 菲律賓也比不上 馬來西亞呢 馬來西亞當然也不可能 所以東來亞10個國家 其實跟台灣的軍力是無法比的 新加坡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所以 所以比如說 印尼呢 印尼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印尼也沒辦法 印尼算不小的國家 不小的國家 但是目前他還在發展當中 因為經濟狀況不好 你怎麼有錢去買武器 怎麼有錢去裝備 所以 所以泰國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緬甸 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 台灣唯一怕的 澳洲呢 澳洲是可以 澳洲是那個軍力也是很強的 對 那 唯一就是 唯一就是說對台灣 可能會造成威脅影響的 嗯 只有 就是說除了中國之外 在附近的國家就是日本 嗯 但日本跟台灣是要友好 他不可能跟台灣造成敵對 嗯 所以 在這個時候 你台灣自己知道 自己的位置擺在哪裡 啊 然後 不是只有你台灣在面對中國 嗯 因為 日本他現在也通過新安保法 在2015年去年9月通過新安保法 說起來 就是說 他的海上自衛隊也好 空中自衛隊也好 可能也都會出現在台灣附近的海域 嗯 也在幫忙 哦 沒辦法說 因為 你今天解放軍如果真的打台灣 嗯 你釣魚台是要順便收回來嗎 當然哦 對 如果收回來的時候就 啟動美熱安保條約了 嗯嗯嗯 啊美國跟日本絕對的情操而出 嗯 來處理這事情 是 所以也沒那麼簡單 嗯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 中國的退役 有時候他講話不是那麼負責任 啊 有時候在放風聲耶 恐嚇的風聲 所以 所以 說以為有夠錢環球時報耶 對 環球時報也是一樣的 都是官方媒體要故意在恐嚇 嗯 他們用慣了這種伎娘 每次都講2020年要打台灣是真的嗎 那人家英國2020年的航母就要進來了 你又要打台灣那你 台灣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 我不認為是如此 嗯 他現在 就算即便他打了台灣又怎麼樣 嗯 他如果就算收回去又怎麼樣 嗯 他整個 因為台灣一定會反抗嘛 對 他整個東南沿海 可能會只早退步20年 嗯 那退步20年 這正巧落入日本跟美國的圈套啊 嗯 你老中國看起來 他的領導人難道頭腦那麼不靈光嗎 哦 你想想看嘛 中國他曾經有三次機會 對 這是第三次機會 哦 變成強國 第一次機會就是說 清朝末年奮發突強 嗯 光緒皇帝 自強運動 一個北洋艦隊剋 日本一把 嗯 就沒了 對 他割浪台灣澎湖群島 啊 第二第二次就是蔣介石 北發成功 嗯 統一全中國 然後開始進行黃金十年計畫 嗯 結果 民國26年 再來一次盧溝橋事變 嗯 又把中國打下去 對 這是第三次了 嗯 所以如果如果中國比較傻 譬如說掉入美國跟日本的圈套 他的經濟至少就退後 又退後20年 嗯 以後還要再花一個100年再來 再回到現在這個狀態 哦 所以其實中國領導人他頭腦不是不是很笨 你說我們台灣的軍事力量在全世界擺銷十五名 大概跟誰在伯仲之間 哎 大概就是像那個 剛才你洪宜大哥說的像澳洲啊 嗯 還有像那個 其實南韓也算是 南韓也算是軍力很強 因為他面對北韓這個威脅嘛 對 軍力很強 那 排前幾名大概都是像美國蘇聯 美國蘇聯 中國 法國 英國 對 然後 傳統的這種強權 德國 德國 德國其實跟台灣差不多 其實台灣不要自己妄自菲薄 其實德國跟台灣的排名是差不多的 那義大利 義大利也是 義大利傳統軍火商的國家 所以 但是他小武器比較多 所以 加拿大呢 加拿大還好 加拿大沒有沒有那麼強 因為加拿大本身來講外來威脅沒有那麼嚴重 印度也應該算強 印度也很強 印度算強 巴基斯坦也算強 還有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很強 是是是 哇 台灣這麼強哦 台灣才會排前15名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林廷輝博士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林廷輝博士 他剛才說到 說台灣的軍事力量 在全世界排隊差不多第15名 和德國差不多 跟澳洲差不多 所以我這樣說的意思就是 希望台灣人不要怕 也不要妄置飛薄 說我們國家真的很小 很弱 也只能打一個就打了 也不是這樣 那中國要打 當然有可能打贏 但是他也要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 如果他沒有打贏 搞不好台灣就獨立了 台灣如果獨立 搞不好新疆也獨立了 對啊 新疆也獨立 西藏也獨立了 對 他國家就獨立了 對 所以他也要 好好想一個人 是啊 沒那麼簡單 那川普上來之後的美國跟中國的關係會怎麼樣 他兩邊會進入一個 叫價的過程 他現在其實說起來 他中國的出這些招數就是在測試 川普的底線 但是是趁著在歐巴馬還沒下來之前 先做一些動作 看看川普會有什麼反應 等到川普正式上台之後 那個不是用軍力來解決問題的 因為中美之間的外交管道 馬上立即所謂的開通 所謂開通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去跟美國探說 到底美國你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會相信 這個習近平在某些貿易的議題上面 應該會讓步 會讓步 因為現在美國最在意的就是 包含中國的自衛財產權的問題 你說美國很多東西到中國變塞在板了 然後就是這樣子販賣 馬上就學去 這是制裁權的問題 另外就是那個人民幣的問題 現在人民幣沒有 還有投資保障的一些等等問題 所以未來中美之間的那個貿易談判 是重點 是重點 那現在中國 中國說真的他也很怕美國 對他實施貿易上的制裁 因為對他們兩個國家當然都是兩敗俱傷 但是對中國來講 他要更嚴重的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以國內失業問題 以現在中國經濟狀況沒有那麼好 如果今天 好我舉個例子 假設 假設蘋果電腦 Apple 他就撤掉說 我就 就不跟那個富士康下單了 我就轉移訂單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知道富士康養多少人嗎 在整個中國大陸的廠 大概一百多萬人以上 你這一百四十萬人就是背後一百四十萬個家庭 那這如果下鋼怎麼辦 因為我聽說是北京附近的這些 所謂鋼鐵廠 什麼水泥廠 大概關了差不多四百多間了 那四百就是說去年大概關了四百多間 那這些人跑去哪裡 就是說造成的是中國內部的社會問題 不穩定 不穩定 那現在就是說你看 這個其實是日本人觀察的 日本朋友跟我講的 就是說 你如果看中國的那個領導人 從自古以來 領導人 軍王 一樣 領導人 如果他越極權 就是把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越極權 代表說這個社會越不穩定 他才需要極權嘛 對 過去共產黨成立之後 他們都是集體領導 結果到習近平這個世代的時候 他比如說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把政法委幹掉 然後用中紀委 然後去處理這些打貪反腐 那最後他變成權力集中 現在被確立叫習核心嘛 所以比如說 他是集中權力的概念 在日本人的眼中看來是 中國內部社會是高度不穩定 高度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那你如果失業率問題加重 那如果貿易方面沒有跟美國達成一定的妥協的話 那我相信中國他可能會內亂 會有內亂的情況出現 那他剛才說這個福利賓的杜特地 現在整個都刷在中國那邊去 那麽這整個東南亞的局勢會改變嗎 對台灣會有影響嗎 其實杜特地是剛才說 歐巴馬在你選舉的時候 把他沖垢了 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在處理毒販的事情 還跟他說違反人權 所以干涉 菲律賓的內政太多了 但是 當時川普當選 他就說這個我的兄弟了 對 所以譬如說他又倒過來到美國 又倒上了 又倒上了 所以不是說全部都在中國那邊 他跟中國討了那幾億 說真的 中國也是分析付款 他也不可能說一次就都被罵你了 大英他的事情也有的要做到 他說菲律賓的漁民可以在黃岩島附近去捕魚 現在也是沒有讓他去 沒有讓菲律賓的漁民你去 實際上 宣傳上是說有啦 但是實際上衛星照片看是都看沒有啦 所以 譬如說他菲律賓自己也會去看這個石 是怎樣 這個石現在是 都在 倒向川普這邊的地方來的時候 我想杜特地也不可能說 全部都在中國那邊 他會計算 連民都拿 感受到像杜特地刷到中國去 馬來西亞也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我要做長期的觀察 這種事情不可以說 你看一個總統而已 你看菲律賓的前一個總統 就是阿基諾 阿基諾三世 他剛上台的時候 他跟杜特地訪問的 這個陸路徑都一樣 第一的去中國 第二走去日本 然後也可以韓國訪問 但是你看 阿基諾 甚至阿基諾他一半是華人 華人血統 所以他去福建的時候 一個記主 還流眼淚 記主啊 記完組之後 結果回來 過了沒幾年跟中國翻臉 所以搞成後面這個非常不愉快 還講這個中國是納粹德國 這種都這種話都講出來 所以這個杜特地其實也差不多就是這樣 一開始是跟中國這樣可以拿一些好處 過年如果過了一兩年之後 雙方覺得說 怎麼你是這樣子的 之後會翻臉的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那個釣魚台有可能 插槍走火嗎 中國跟 現在中國也是 也就是製造爭議啦 意思是說過去日本是不承認釣魚台是說 有爭議的 日本一定是說釣魚台是他的 中國是製造爭議 製造爭議的結果就是說 也是避免 他們還是避免插槍走火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可能要關注一下 其實除了我們表面上看到 這些軍事方面的競爭跟衝突之外 其實中國跟美國 還有中國跟日本 他們都已經達成所謂的海上跟空中相遇準則 所以所謂的相遇準則 我們的英文簡寫叫做CUES 就是海上不預期的而遭遇到的這個船艦 我們要怎麼去應對處理 在這些軍事方面的一個衝突的情況之下 他們會思考怎麼去做風險管理 所以那個所謂的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有意外 那個所謂是為2014年 在中國青島舉辦亞太地區海軍會議 也是通過的 通過之後大家就以那個為範本 所以在2015年 特別是2014年年底 歐巴馬去北京的時候 兩軍都達成這協議 就是說不能清起戰端嗎 意思是說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 雙方軍艦在海上遇到了 那不是說例行性的 而是說有一些軍事 軍事有可能發生軍事衝突 這時候雙方要把那個頻道要調到地級頻道 然後雙方要怎麼對話 艦長跟艦長要怎麼對話 他裡面有寫得非常清楚 那個準則已經現在已經都簽了 所以雙方的兩軍都會照那個方式來做 那為什麼吳勝利會登上遼寧艦 跟著這次的這種巡航 海軍司令 因為吳勝利常常跑美國 他常常跟特別是跟那個 第七艦隊司令 Harris 其實雙方都很 雙方都很熟 也就是說雙方常常通電話 現在就是怕說這個遼寧艦的艦長沒有辦法處理 還是說他會比較其他艦長 非常pervictive 非常有挑釁 很硬派 很硬派 至少吳勝利可以作為一個海軍司令員 就是總司令的概念 至少到時候控制得到 控制得到 到時候發現什麼事情 我直接電話拿起來 就跟美國跟日本這邊的共同管道 了解了解 他有一個概念在那裡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的副執行長林廷輝博士 很清楚了 非常感謝你來 我們感謝大家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